那他自己承认的他这些标的里头 我们可以来仔细看一下 包括75年之前他买了东元 哥林 其实几乎都是买的 当时的东元跟哥林是电器 那个时候还不错 那时候还不错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小艾斯公共真的很厉害 但是你觉得民国77年 他就可以这样子赚一倍半一掉 对 他其实几乎都是买在相对的低点 卖在相对的一个高点 更不要说台阳这档股票是那个时候 民国79年迫斯湾战争 刚开始快开打的时候 他跟他的营业员说 我要买台阳 结果他的营业员跟他说 那个许先生这个行情不好 市局不好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可是呢就是小艾斯公共觉得说 不要这样子嘛 其实我对这个行情 是非常非常的有把握的 这个乱世的危机 就是要入局的一个好时机 所以最后台阳也被让他大赚一倍以上 那其实呢 最让人家精进乐道的 有关于许庆祥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状况 还有就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当然就是红海了 因为红海呢 其实他长报至少是长达 12到15年之间 那红海董事长 郭寒铭先生每次在股东会上 还有他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最常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他会跟大家讲 那时候呢 许庆祥还不是非常有名的时候 他就会跟一些小股东说 我们家的股票很好 为什么因为呢 台东有一个医师 就是因为买了我们家股票 长达12年到15年 因此他赚了二三十亿数十亿以上也 所以呢 为什么就是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一个医师啊 这个许庆祥先生就是一个很频繁的 小额科内额科的医师 原来郭台铭提的就是许庆祥 没错 那为什么可以买下三户的地宝 身价呢 不下于他的邻居 因为他的邻居几乎都是 上市上规公司的一个大老板 所以原因就在于说 其实呢 许庆祥先生他对于一些 这个操作的股票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一些 他自己的一个想法跟概念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其实最早之前呢 他是在一个屏东 屏东呢 他租房子都是付不起 然后呢 一个月的房租也不够八千块 可是他后来搬到台东去 那台东也才两千块的一个房租 然后让他因此翻身 那所以呢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他五十几岁的时候呢 他就不当医生了 五十几岁其实还可以继续干 对不对 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他就当专业投资人了 所以你那么讲 你看这张照片上面 其实左边这个就是他当时的 在台东的诊所嘛 对 没错 所以在许庆祥 他当时在台东的诊所 从这个地方开始 逐渐的他又开始进入股市 开始操牌而开始发迹出来的 对 没有错 所以燕丽你看看 这个徐庆祥 他抱着这鸿海的股票 可超过12年 郭台铭跟他应该首吧 对 他其实呢 对郭台铭就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而且呢 他也常说 选一档股票呢 就是要挑CEO 就是挑执行长 那大家一直很好奇 他常抱十几年 到底什么时候 针对鸿海有做一个减码的动作 他有老实说 他说有 当他发现呢 郭台铭的名字不是只出现在财经版 而是出现在影剧版 出现就是跟一些艺人啊 像是 跳舞 你知道吗 刘嘉玲啊 林志玲啊 跳探钩啊 然后被数字周刊配到 好像疑似有比较亲密的动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许庆祥先生他就觉得说 诶 这就好像是一艘航空母舰 舰长已经开始不专注 不专心了 那么执行力呢 一定会大打折扣 因此他那个时候 针对鸿海是有做部分的 出清的动作 不过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个人还是蛮偏好鸿海的 因为之前鸿海跌到100块的时候 他就全力要叫大家加码 结果呢 那时候听他话了 到现在还套王 原来啊 看看许庆祥啊 他这号人物 真的是投资眼光不太相同 他甚至会看 这家公司的这个老板 他本身的作为是如何 不过说到他的这个学生啊 也就许庆祥的学生 徐寻平了 徐寻平 他常常跑夜店 我们就要来问问看夜店之王 他常跑夜店的目的 真的只是去那边放松 真的是只去那边看美女 还是说另有目的呢 其实立刚 大家对夜店的印象都是 来喝酒来找女生嘛 来花钱的啊 可是事实上夜店 你知道夜店其实是可以 振兴我们的经济啊 这是夜店振兴经济 因为我们上一代的人 他们都在酒店 为什么 因为酒店就是一个瞧事情 很好瞧的地方 可是你知道现在很多富二代 他们都在美国求学 美国念书 甚至一些创业版的人 他可能在美国学科技 学一些财经的东西 那回来台湾 其实在美国是没有酒店的 那美国没有酒店的话 他们就把夜店文化 club culture 这个把它拉回来台湾 那怎么样子在这个club 里面去建构他的人脉呢 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讲徐徐平好了 我们讲他最早 为什么会去玩跑车 很简单 因为跑车 尤其他玩的是 所谓的限量的跑车 高端的跑车 限量的跑车 动不动一台 两三千万很基本数 那我请问你啦 如果你今天身价 只有两千多万的时候 你会不会晚上都睡在车上 然后吃饭也在车上 不会嘛 我可能拿钱去买房子 所以说你肯定身价 绝对要超过两三亿以上 你才会来买这个超跑 那你来买这些超跑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朋友跟你一起玩 一起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才会开心 那这时候你就是一个group 这group来的时候 你旁边不可能 做一个男生 做你一个朋友 或者是做个保镖 你一直带一个女生 带一个妹 那我请问你 这个妹跟你跑了三跑以后 跑了一个路跑以后 回来你会想要去哪里 你绝对不可能去吃炸酱面嘛 也不可能去吃蚝蜡蜜 你可能就是想要喝香槟 那我请问你 半夜喝香槟要到哪里去喝 当然来夜店啦 不可能在7-11喝香槟 7-11好像也没卖啦 对 那所以说如果说 今天喝香槟的场合 大家来了 志同道合 今天说真的啦 那你这样子讲法 徐勋平连买跑车 其实都有他的目的存在 他的目的不是只是花钱买部车 他的目的是 结交同样这样子有上意的这些公子哥 我们这样讲好了 今天一些level好的人 他们来到夜店 他一方面让这些女生觉得 他的class有到这里 另外一方面也是让这些政商名流 觉得说我今天可以到另外一个环境 那你这么一讲的话 那徐勋平他本身在夜店 应该办了很多活动 他因为为了要吸引这些名人进来 他之间要套交情 他应该办了很多活动 我这样讲好了啦 其实你知道这种就是食物链嘛 男生想要的是什么 男生当然是希望有权利 有金钱 女生希望有什么 女生当然希望是有人可以 take care他们 那你知道其实一些夜店 妹妹她来这个夜店 她不是为了摊你这一杯香槟 或这一瓶香槟 说真的三四千五六千 女生自己也花得起 可是他们想要认识什么 他们想要认识到 对他未来的长期饭票有帮助的 像现在大家常常在讲精神四少 这两天大家在传的 包括那徐勋平 徐亚军 徐亚军是有藏到你们的夜店 我们这样讲 如果说我认识徐亚军很久了 那早期他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确实他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是有到的夜店玩 而且那个时候 那他是纯粹玩吗 对 还是说他另外有一些 我这样讲好了 其实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他其实本身就有在做一些投资的生意 那时候他是透过一个朋友介绍的 那这个朋友在台湾也是做建筑的 家里也是开高尔夫球场 那这个他跟麦克算是 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然后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来到我们店里 他就会介绍一些 他其他从美国回来的朋友 那这些美国朋友 其实他都会告诉说 Johnny 这个在LA是非常厉害的 你到LA只要找他 什么事情他要处理 从你一下飞机 他就开始接机 开始什么都帮你打电号 那这个朋友真的出手也相当大方 那时候我记得他到我店里来 不多不少 就花了将近快要五十万 为什么 不是说五十万 五十万很多人 一年的薪水都不到五十万 因为我们前一段来讲 我们讲那很大瓶的六公升 一部便宜的国产生 也已经五十万了 你知道前面刚刚很大瓶的 那个六公升的四万五 这个是很多人喝 但是因为它是没有年份的香槟 那我现在讲说 我们店里有一些是有年份的香槟 一瓶小小的 所以你说许亚军 他到你们店里的时候 他消费随便就是五十万撒出去 基本上其实 他来的时候 没有到这么大的金额 但是他的朋友来 他的朋友其实是更豪气 更大咖的 那谁付钱 对 这个都是他美国的朋友的付钱 他美国朋友付钱 而且美国朋友的卡 我们在帮他刷的时候 这就真的是无上限的黑卡 然后基本上 他们来到台湾 也不是真的很单纯 就是说来喝酒 来 到夜店不是看妹 不是喝酒 那到夜店干什么 会去看一些标的物 标的物 晚上在夜店有标的物 我跟你讲 其实他们谈的就是一些 你知道吗 许亚军在美国念的是建筑 那其实他身边 有很多朋友 也都是做建筑业的 那你知道台湾的房地产 在05年06年 那个时段的时候 其实是还没有起来的 正要开发的时候 那你知道 其实他们在台湾找 只要你的这个年报酬率 有到4.5% 有到5%的 他们就会进场下去买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许亚军 他们其实到了夜店 不只是香槟美女之外 还有包含了许许多多的谈生意 你跟看标的物都在那夜店 其实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夜店 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 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在白天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有这么 说实话 大家得都是夜生活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徐亚军跟徐迅平 他们会斗在一起吗 平常在夜店 其实在05年那段时间 我们跟徐亚军玩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真的还没有 GoGo这个人物 我们到08年之后的时候 GoGo出来以后 才慢慢发觉 所以GoGo是比较晚出来的 对 比较晚出来 那他们会玩在一起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道理 什么样的道理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个 所谓的朋友相交 一定要内外相补 对于我来说 在我自己个人观念里面来讲 徐亚军他的形象非常的好 迈克是非常 对我们来讲 第一对朋友好 对老婆好 社会形象也好 然后做人也正直 然后社会教育 知识程度也高 也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高材生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对迈克的观念 就觉得他是一个形象非常好的人 跟他合作 跟他交朋友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迈克相对来讲 他就比较有时候保守一点 他交朋友就不会是 这么这么的 会愿意去跟人家热络的 去聊这么多 但是徐迅平的话 就是GoGo 他是比较真的标准生意人 就像我们节目上面来讲 他二十几岁 他就发家了 可能做土地买卖 所以你在夜店里面看到的 徐迅平跟徐亚军两个人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他们两个人的特色 完全不一样 尤其你知道GoGo 其实他本来就是比较属于 可以跟人家在短时间 就可以交朋友的人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根本完全不知道 对方是谁 可是他就可以把场面 弄得非常非常的热络 而且第二次 他会主动的 把让场子热络起来 而且第二次 我在遇到他的时候 我刚好身边有一个 父亲级的长辈 他也是一个 上市公司的老板 虽然当初也是个电信大亨 那那个时候 对对对 那个时候 其实徐均平也是因为我的关系 来到 来到我的table 这时候 他就开始跟 我们的这个 副职辈的长辈说 我有参加过你们的 什么什么会 什么什么会 说实话 因为我没有参加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听 然后开始 那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谁 就开始一直套交情 然后最后 我就发觉 其实整个场合 大概两个就是一直在谈生意 几乎他把他带来的女生 也冷落在旁边 那基本上 那个时候我在旁边 听他们谈的内容 也有很多关于 股票上市贵的 一些规矩跟一些道理 然后包含 你知道我这个副职辈的人 他的产业也蛮多 也有包含有证券公司 所以他也有 恰寻到这些部分 然后甚至 他有问到一些 那最后你们这个下市了 你们怎么收尾 什么这一类 当然我们说实话 这个其实当做聊天 所以他们表面上 就是在夜店里面 是在好像在那边吃喝玩乐 实际上的目的 就是在谈生意了 对 谈生意这块 是非常重要 有没有看到 徐迅平跟徐亚军 他们在夜店里面 一下扎下去 50万扎的是什么 不是真正的玩女人 不是真正的喝酒聊天 谈的是生意 但是你有没有闻到 那个味道 什么味道 投资的味道 还是投机的味道呢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